演艺圈的焦点就是要对您来关心这个了 吴奇龙前妻玛雅书和外籍男朋友已婚的消息 外界一直会声会饮 玛雅书十有度打破沉默了 他坦诚自己已经在婚 而且还想生小孩 正在拍戏的玛雅书大方坦诚在婚的消息 听说最近大家结婚了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讯 你说对了 觉得因为也是在拍戏当中 然后会后面会有可能就是结婚的更大的消息吧 玛雅书证实两人四月已经在家乡云南昆明登记结婚 只是碍于电视剧仍在拍摄 婚礼将延后举行 地点就在云南 等拍完戏之后可能会去有一个怎么说呢 家里人一起的聚会吧 玛雅书幸福之情易于言表 他的第二任先生也常常飞来上海探班 我那天是从那边过来 就远处看到一面 蛮帅的 大家都挺很开心 玛雅书的先生 是一家游戏开发公司的CEO 家境优卧 外传身价10亿美金 这位来自澳洲的外籍帅哥 让玛雅书计划未来 因为劈腿结束和吴奇隆近三年的婚姻 离婚和再婚 玛雅书为自己的幸福做了定义 中天新闻文奇综合报道 都很开心